第一周,睡美人行医,总是依赖你来做决定。 就像睡美人,只有白马帮子来吻他,生命才会说醒而很没有安全感。 常说,你不可以抛弃我,因为我很可怜。 三,希望他的白马王子,能解决所有的问题,忠告,吻醒他之前,再问自己一遍,我的确是无所不能的王子吗? 第二周,冰山美人行医,对自己的魅力缺乏信心,因而封闭身体的反应和感受。 二一未向往精神领域的相爱,忽虐人性自然的身体亲密需求。 三,外表神圣不可侵犯,让你摸不透猜不着他的心事。 忠告,你若是坐怀不乱的留下会,就大胆的去爱吧。 第三周,骑驴找马行医,和你在一起时,他常显得心不在焉。 二在社交场所碰到条件比你好的男士,他会自顾去找对方聊天,毫不在乎你的感受。 三,相处时间已久,却不向家人表明你是固定的男友,甚至按钟安排相亲。 忠告,想不受到伤害,你只能抱着骑马找驴的心态。 否则,第四周,哭冷哭月行医,心情好的时候,非常体贴,心情不好时,碰都碰不得。 二常让,我不想活了,手腕上真的有些疙瘩,令你非常担心。 三,复杂的家庭背景,让他有许多未解的心理困扰。 忠告,口袋里的钱足够上医院了吗? 使而生活在吃到,使而生活在两极。 你如何能不生病? 第五周,赶尽杀绝行医。 一开,使得急警告你,你是我的人,如果有任何情举妄动, 莫怪我不留情。 二,在公开场合,不留情面的当面指出,你的缺点。 三,当你暗示离去,他决定和你,同归于尽,忠告,和他谈恋爱,要穿上防战背心。 第六周,爱慕虚荣行医。 当你大方的把信用卡交给他,他也大大方方的把信用卡花光了。 二,长选你不是富豪子弟,要你拼死拼活的赚钱养他。 三,自从和他在一起,你已捉紧紧走了。 忠告,没钱就别有他。 第七周,圣女真得姓一,事业永远第一,男友永远第二。 他说不上做错什么事,只是你在他眼里的分量微不足道。 二,你很钦佩他对社会的贡献,想接近他,却常觉得遥不可及。 三,在他面前,你常对内心的渴望感到内疚,觉得自己不该要求太多。 忠告,如果爱了他,有一天别人说你,这是星星女士的先生,千万别难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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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